机动市议员宋伟丽拿出混凝土车经过以及路面军列的照片表示 当地居民就是担心这处建案有大型混凝土车和吊车进出 恐怕压坏通人街路面而且影响到当地交通 因此特地邀请主管单位市政府都发处交通处以及四分局等单位一起会刊 建商代表也出席参加 宋伟丽表示虽然通人街允许25吨重的重车进出 但是老旧的路面恐怕承受不起重车碾压 是否可以伤请建商调整 建商代表则表示他们的重车符合重量规定 不能因此就说他们的重车压坏道路 问题是现在你看到的都是在25吨里下 你如果说25吨里下会压到这个东西 那不是我的问题 是路基的问题 不过出席的四分局警方表示 像是吊车这种重车要进入通人街 他们确实查到没有申请需要改善 都发处和交通处官员也希望建商要符合规范施工 并且敦亲牧林重视地方意见 因此会堪后市议员宋伟丽也希望市政府主管单位 可以依法监督建商的施工行为 保障当地居民的权益 居人里这边的很多居民都打电话来说 因为有重型车子南马共车子还有吊车 然后经过他们这条巷道 那这个通人街这个地方真的是路负非常的小 那最主要他们都是上下班 上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在施工 南马共车上去使得整个交通整个打结 然后想要去上班的人无法下来 然后也没有什么一交的指挥人员 就是说希望能够避开这上下班的时间 那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路面因为已经老旧了 那经不起他们这个重车的压 就是重压 那还有最主要他们的吊车也是从这地方 虽然他们的南马共车是25吨符合标准 但他们的吊车并没有申请 所以说合理的质疑 我们现在路面整个凹凸不平 我想就是因为他们来压坏 然后再加上民众一直打电话到福祝说 我们的民房已经是老旧了 最近一直在归列 是不是跟这个重型车子通行有关系 所以说希望我们的独发处能够站在一个监督的角度 能够多关心我们这些民众 那希望厂商也能够跟当地的旅长 能够讨论一下是不是避开上下班的时间 也有居民反映重车进出以及建案施工 甚至影响到他们房子也均裂的情况 宋伟丽也请居民向礼办公室附上照片登记 再由市政府协调请专业单位鉴定 是否和建案施工有关系 请建商要负责修复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